追踪热点独家快评 欢迎收看周周 News 大家好 现在是2019年12月31号的晚上 0点左右 可能你们看到的时候 已经是2020年的1月1号了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预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继续收看我们频道 这一期就给大家播送一个小新闻 以及节目的最后 我们会预告一下 明天要出的一个新年特辑 还有一个关于元旦跨年的一个小猜谜 好 先说今天的新闻 其实是两个小新闻 其中一个是关于贺建奎的 贺建奎已经被捕了 有的观众可能对贺建奎基因编辑这个事 可能淡忘或者不是很清楚 这里简单的说一下 就2018年11月25号的时候 贺建奎当时还是南方科技大学的 生物学系的副教授 他就宣布 经他编辑过基因的一对双胞胎已经降生 另外一个还在怀孕 他编辑的基因叫CCR5 那他为什么要编辑CCR5基因呢 是因为CCR5基因编码 白细胞上有一个受体蛋白 HIV就是艾滋病 可以利用这个受体蛋白去感染人体细胞 总之呢 这个东西是在欧洲人种中发现的 有一些欧洲人天然对艾滋病免疫 所以某一些欧洲人群呢 携带一个就是自然基因突变的CCR5 他叫CCR5-Delta32 那但是其实呢 这个携带CCR5-Delta32 有这个突变基因的人呢 也未必都不能携带HIV 只是说他即使携带HIV 他整体病情发展很慢 所以看上去 近似可以认为是对HIV 对艾滋病免疫 但是这种基因呢 基本是在欧洲的小部分人群中有 亚洲和非洲都极其少见 所以这个贺建奎呢 他要拾破天惊 创造一个世界第一 他要人造编辑一个 把CCR5编辑成CCR5-Delta32 结果在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局势哗然 然后2019年呢 可能中国科学界经过讨论反应过来了 就除了两位学者去严厉批判 说这个东西呢 全世界学术界都认为 第一要避免复习的艾滋病 根本没有必要去编辑基因 现在有成熟的技术 第二这种编辑的技术呢 也不是什么高科技 而是简单粗暴 更可怕的是 经过这种编辑的这个人 他以后可能会产生一些 不知道的遗传性的疾病 甚至可能会发展出病毒啊 或者其他的传染性的疾病 对整个人类的基因库 造成不可预测的后果 所以当时局势哗然 而面对外界的批评呢 中国当时迅速也反应过来了 后来广东省就开始调查他 当然在调查一开始呢 他外界媒体也报道说 他并不害怕 因为他说是由美国导师支持的 后来查明呢 他在斯坦福大学博士后的导师 叫奎克 是知道这件事 但全城呢都只是知道 没有参与 而且劝他要通过中国的伦理委员会 但是他也没有说他通过 也没说他不通过 反正给他导师发一步一步的过程 他导师还曾经祝贺过他 那就是希望他注意 但是祝贺他成功 但是他在莱斯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呢 确实好像卷入此事 也引起美国方面的调查 然后最新消息出来了 北京时间12月30号 也就是前天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就这个编辑基因编辑婴儿宣判 说贺建奎和三名被告人 共同实施非法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 基因编辑和生殖医疗活动 没有行医执照 构成非法行医罪 判处贺建奎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三百万人民币 那这件事呢就告一段落了 但是呢今天的新闻当然不止这件事了 如果只是这个的话就没什么意思 同一天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小新闻 说世界首例的猪猴杂交混合体 在中国诞生 大家没有听错我也没有说错 就是猪和猴的杂交体 只是看国内一个新闻报道的 那植物杂交大家都应该见怪不怪啊 有杂交水稻啊葡萄 甚至苹果和梨都可以杂交水果和玉米 但是动物之间杂交 这个好像还是公开报道的第一例 而且是完全不同的种 门纲木科鼠种 可能连鼠都不同 因为猴子和猪 这样的杂交 大家可能没有见过 所以第一例猪猴混合体呢 是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诞生 这个消息呢不是一个愚人街玩笑啊 它猪呢是采取普通的 就是中国那种饲料猪 猴子呢是用了一种叫食血猴的猴子 那这个猪猴混合体是什么样呢 大家看一看 其实就是跟普普通通的猪没有区别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猪猴叫嵌合体 就是它体内的器官包括心脏肝皮肺和皮肤 多个组织的部分是由猴的细胞组成的 但是这个猴的细胞呢比例特别低 大概就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 但是在生物学意义上 这就叫嵌合体 那这项研究证实了啊 猪和食猴血的嵌合体 可以在猪体内生长出 具有功能性的肝细胞和肾的细胞 这些细胞呢可以用来 做进一步的临床应用 其实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 希望以后猪身上可以长出人的器官 所以先用猴子做个实验 大家知道这个人移植心脏啊 人和猪的很多器官非常接近 心脏肝都可以移植到人身上 那么如果现在用猴子 以后用人的细胞和猪进行混合杂交 那它杂交出来的那个器官 可能就更加不具有排异性 直接就长出人的器官 或者甚至全是人的细胞在猪体内生长 那就不需要从人身上移植器官了 那么这次实验呢 是有4000个带有猴基因的胚胎 被植入母猪子宫 但是最后只有10个猪仔出生 2只有嵌合 8只没有 然后10个猪仔呢 在一周内全死亡了 目前死亡原因还不明确 这是显然的 这种基因杂交啊 可能现在还没有什么存活率 所以两个新闻一前一后呢 我不仅感慨啊 当然我也感慨啊 中国这个生物技术之强大 但是更加感慨 中国人呢 因为它是无神论 所以呢 在对人类的伦理道德方面 也是可能最没有底线的 它可能是世界上做生物技术研究 最大胆 不计后果的国家 虽然有的时候技术简单粗暴 但是架不住它敢想敢做啊 就像上面何简窥去编辑基因 真能给它生出来一样 所以我脑洞一开 我觉得以后人类世界啊 最先发展出类似保护伞公司 这种毁灭性病毒的 可能就是中国公司 所以有人就会说啊 所以中国呢 应该像西方人一样 要去信仰宗教啊 之前就有很多人讨论 说西方的民主啊 法治啊 都是建立在有神论宗教的基础上 如果中国人没有信仰 那基本上 发展不出来这些东西 但是我一直认为呢 有个小小的想法啊 就是中国人有没有宗教 这个不是说应不应该的问题 而是一个可不可行的问题 因为中国人几千年就缺乏 宗教信仰 或者说一神论 或者说严格的一神论的宗教信仰 那么现在你让他 突然去信一个西方的宗教 这难度同样很大 甚至这个难度 可能比中国社会的民主化更难 因为民主化 他还知道民主的 可以带来一些好处 那么有些人就说了呢 中国人如果说不信神 也不能信神的话 那还能干什么 那他以后就还是这么堕落 就什么都敢干嘛 这一点呢 我有不同意见 我是认为 即使不信模样宗教 但是照样人还是有道德的 而且你可以信仰科学 信仰伦理 信仰民主法治 信仰人性的光辉一面 终究会战胜黑暗一面 只不过呢 就是无神论者的族群 要做到这个高道德水准呢 比有神论要更难 而中国人整体上呢 本身道德就比较低 所以就难上加难 当然这是个难题 但是不是无解啊 这个只是今天抛出一点 这个小脑洞 我详细的论述呢 我会在我的书里详述 好 今天的小新闻就播完了啊 我又提到了我的书 对 明天我会出一个新年特辑 新年特辑里面呢 就把最近和前一段时间 一些节目中的问题 观众的疑问呢 会做一个表述 然后主要是详细预告一下 接下来的一系列的 积压的节目和新的节目啊 以及我们栏目在明年 将要有个大的调整和重新定位 甚至是一个观众的调查 我们会发到我们频道的 那个文字帖的那一栏 好 那么最后就是一个小猜谜了 今天是跨年夜 那么我的猜谜是这样的 就是大家知不知道 委内瑞拉人是如何度过 新年的 是如何度过跨年夜的 一个最标志的行为 或者风俗是什么 大家不要百度或者Google 我们明天节目里会揭晓这个谜谜 我们明天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根据屏幕信息 给我们咖啡打赏 左边是PayPal 上方是PayPal转账邮箱 下方是PayPal Link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 PayPal公司在中国大陆 有官方网站 中国大陆用户 可以直接注册 请大家关注我的个人频道 审时度视 我的个人频道主要放置一些 节目中遗漏的重要观点 以及集中回复网友的留言 还有就是一些生活旅游 体验评测类的视频 和对一些事物的偶感心得 有一些零星的重要的 或者有趣的想法 形成不了完整的周周坎节目 都会放在我的个人频道 审时度视 欢迎大家订阅 等等 如果是有趣的 或订阅 我请大家注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